0303地震重創花蓮 而在天祥災區附近的 泰魯閣經營酒店 地震之後 連外道路中斷 有上百名的旅客以及工作人員 一度受困在山上 形同孤島 昨天使災後100天 酒店也釋出當時的救災紀錄片 也表示最快在今年9月 會開放病房 期盼盡快的恢復營運 回歸日常 天遙地洞大片落石 塵土飛揚 0403地震 讓花蓮大地風雲變色 泰魯閣地區一夕之間 成了斷源殘壁 我們這個地方 現在已經不只是一間 五星級酒店 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照顧所有周遭的人 位於天祥災區的泰魯閣經營酒店 連外道路攤方通訊和水電 全數中斷成的孤島 旅客滯留山中 當下宣布暫停營業 正後超過100天酒店人停業當中 近日曝光救災紀錄片 獲得巨大迴響 影片中提及 泰魯閣經營酒店 當下除了不收房費與餐費 同時也是特搜隊的前進指揮所 判能成為災民和旅客的避風港 讓不少民眾看著看著 紅了眼眶 透過影片鼓勵飯店 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預計最快會在9月 再重新開放住房 影片記錄了酒店從山中孤島挺身 成為峽谷底的堡壘 並向所有英雄致敬 而酒店也透露最快會在9月 重新開放訂房 盼能盡快重新營運 以全新的風貌迎接旅客 建成今天會報導